他足迹遍布山林 不惧风雨 无畏艰难 风草比较厚 这个风雨 还有一个差点就是 看一下 它外面没有封盖的 他扎根乡村十年 不忘初心 无怨无悔 我的切入点就是说 先解决这个农民的收入问题 他们用汗水浇灌青春 今天又报单 我们一天的计单 大概是一万多两万块钱 他们用奋斗 书写韶华 今年我们的销量 省字突破两百万 乡村振兴 振兴有我 欢迎收看今天的 生财有道 助力乡村振兴 凝聚青春力量 大家好 我是张璐欣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财经节目中心 生财有道栏目 制作的特别节目 乡村振兴 青春力量 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 新时代 乡村成为年轻人 创新创业的新选择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 乡村振兴中的年轻人 去走进他们的故事 大家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吗 树栋百花蜂蜜 小草挂蜂蜜 这些特别的蜂蜜 在云南盲市 都可以找得到 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第一位年轻人 正是靠着野生蜂蜜生财 咱们先跟着他一同走进大山 去见识一种 更加特别的蜂蜜 2021年5月底 我们设置组来到了 云南省德宏 带族景扑族自治州的盲市 跟随当地采蜜人进入深山 这个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简单的话就是七八个小时 你们的速度要走七八个小时 对对对 那你们还会在山上步吗 对就是直接进去 进山以后 采完蜂蜜以后再回来 每年就是夏天的 你时候采吗 四到六月份 因为马上就快进入雨季了 给我们介绍的小伙 叫段应阳 他是这次采蜜蜜的负责人 小段告诉我们 雨季过后 得十一二月份才能再采 这是我们采蜜师傅 他们这是做的梯子 对对 这个是水晶梯 就是我们下悬崖 用的那个水晶梯 一会师傅下悬崖是用这个 对对对 这是一些藤条吧 对对 这个比较牢固 比较硬 但是这个应该还是很危险吧 危险现在 是很危险 会的人不多吧 不很多 干小可能人瘦 我们现在是在悬崖的上方 要绕到悬崖的下面 必须从接近六十度的崖坡上过去 崖坡上布满了竹叶 非常陡滑 几百米的距离 我们走了将近半个小时 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大家看到的是我们这小伙伴 到了之后第一时间 先点了对篝火 为什么 这个是缝纸 蜜蜂飞过来 就是缝火作用的 对我们 保护我们自己 保护我们自己 他说这个防止蜜蜂飞过来 蜜蜂在哪 大家可以看悬崖上 那个黄的黑的 就像扇子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牙蜜 对对 它为什么有的是黄的 有的是黑的 我现在该是 因为我都站不住了 我现在该是飞走了 黑现在该是还没有弯着 黑色那个上面 咱们看到的啊 密密麻麻的 全都是这个蜂啊 对都是手密蜂 要从这么多蜂手里 抢到蜜 困难可想而知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所有人员 马上全副武装 此时悬崖正下方 亦有小伙伴点起火堆 因为这个小蜜蜂它怕火 这个烟一心 它就飞走了 现在这个声音啊 我听起来就是 很恐怖的声音 对对 可能有上迪之小蜜蜂 这种蜂就专门在悬崖上去潮 对对 这叫西芽蜂 芽蜂的话就在悬崖上 它也叫西芽 是马拉雅蜂 只是西藏 西藏和云南 芽蜂 因其仅分布于 喜马拉雅山脉 尼泊尔东北 中国西藏南部 云南西部 及南部横断山脉地区 专挑人际罕至的垂直悬崖 筑潮而得名 它最高可以飞到海拔 达三千五百米左右 采集高山珍稀的植物花蜜 老板那部分 它是蜂蜂 真正的蜂蜜是在根部 和厚的那个地方 就是根部 接近牙壁的部分 看起来有一块更厚的 对对对 就是摆在 有点偏白的那个 那才是牙蜜 它是真正的蜂蜜 现在师傅是 要准备下了是吗 对对 那个师傅做的房屋 基本上跟我们一样 对对 跟我们一样 就戴着这个就可以了 对对对 第一个木柄 看到没 它们是放在那个肩部 靠在那个筋部 那个脖子上 对不对 第二个是 坐在那 坐在那里 第三个是踩的 对不对 脚踩的 所以说其实 做这个层地 它都有整体的 这三块的时候 它们都是有特殊的作用的 对对对 现在两位师傅 是要把这个整个扇形的 下半部分 要先给它割掉 对 拿了一个 应该像什么 这一个铲子 长铲子 直接这么对着岩石 这么铲 篮子算到了 但是 尽快的话 封不了 所以说我们只能把它 分成两块 有有有有有 即使就站在悬崖下面 眼前的一幕 还是让我们感觉不可思议 密密麻麻的风群 挂在崖壁上硕大的风潮 借助藤条做的梯子 在垂直90度的悬崖上 与崖峰展开博弈的彩蜜人 两位彩蜜师傅都是利宿族 几百年来 这种危险的彩蜜记忆在利宿族中代代相传 你看那个蜂蜜啊 哇 像小瀑布一样 哇 我就应该蹲在悬崖下面张嘴 哎呀 这一大大的 这全都是牙蜜啊 最大的话 就是能采到一百斤左右 你是说一个悬崖蜂潮 能采下一百斤悬崖蜂蜜 对对对 大家可以看 两个师傅 只是拿了一个很长的 像铲子一样的东西 就要控制这个 能把牙蜜搁下来 同时用这个筐能搁到这个筐里面 对 这个基础能量都是非常高 哦 又下来了 长时间的一种经验 哇 这个比较好 这筐都装差不多了 还要再开一块 哇 这上面蜂蜜全都被 制备多少蜜蜂蜂覆盖着呀 哇 师傅产品还得把蜂蜂 把这个蜂也清走 要把这个蜜蜂清走 不清走的话 我们一采蜜的话 它就很蜜蜜蜜缠在一起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度 所以说牙蜜今天是来之不易 来之不易 然后是人际罕至的地方 采得又非常艰难 就像今天这个地方信号都没有 对 哇 这一大块 哦 这一块都是蜜 就像今天我们看到这差不多有十片的蜂蜂 在你们以往的经历中算多的少的 是少的 少的 对 我采的最多的一个钱就是六十多钱 指六十多个蜂蜂的意思吗 对 对 对 这四十多钱 那个四十多钱采了多少蜂蜜 采了八百多钱 下藤梯产风潮取牙蜜 所有的操作一气呵成 从悬崖上则下来的牙蜜 到底什么样 看块悬崖蜂蜜 哇 这一块有一点花粉 也不必是花粉 看到吗 这种是花粉 对 这一块就是蜂蜜 哦 这个是黄色的 对 对 比较黄 你看 真的是挺黄的 就是我现在看了 我都感觉嘴里很很香甜 对 这个蜂蜜吃起来比较韵口 比较韵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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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是黑的吗 刚刚我好像没有黑蜜 哇 OK 太OK了 晶莹剔透 看到吗 这个蜂蜜比较厚 看到没 这个蜂蜜 黑蜜 看到吗 我拿一块 黑蜜 鱼桃花蜂蜜 太OK了 这个蜂蜜口感相当好 这个蜜团花一般在海拔多少米啊 1500米以上 1500米以上的蜜团花才这个 这就是那个喜马拉雅蜂 对 喜马拉雅蜂 它们叫牙蜂蜂蜂蜂蜂蜂蜂比较厚 这个蜂 它有一个菜点就是 所有蜂蜜都封盖 这个蜂蜜它不封盖 哦 它脚子是敞开的 对对 看一下 它外面没有封盖的 它是不封盖的 所以说 有的人说买牙蜜买牙蜜 如果说买到封盖的蜜 那就是假牙蜜 又不是正宗的 这个大家普及这个知识哈 真正的牙蜜肯定是不封盖的 对对对 这个就是黄蜜 这个就是黑蜜哈 现在像这种黑蜜的话大约多少钱 这个是170-180 是多少钱是吧 对对对 像这个呢 这个是150 黑蜜的话比较稀少 这个更少见一些啊 比较反见 真正的牙蜜 这个是我们真的看到了 从悬崖上采下来的牙蜜 牙蜜有黄色和黑色两种 黄蜜是通常所说的百花蜜 黑蜜又被称为米团花蜜 米团花生长在1500米到3000米的高海拔地区 采它的花蜜酿出的牙蜜为纯黑色 有研究表明 米团花蜜中富含紫色花青素 因为米团花只在每年2到4月开花 所以黑蜜就更为稀有珍贵 我现在说两句了 我这手脚病又还不行 成了他们累赘了 他们还得再回去拉我去 太不好走了 刚才咱们看到我们前面师傅 就是背着那个桶装的那个蜂蜜 后面他们你看每个人都腹肉那么大 其实我已经挡他们路了 在一场险峻陡峭的牙坡上 完全靠肩扛腰背 把当天收获的100多斤牙蜜 运出大山 采牙蜜的辛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个就是黑色的牙蜜 就像那个橱断一样 看那种是不是百花蜜 对 这是金黄色的 对对 它出来是这种金黄色 你看这个颜色 是有点那种透亮的感觉的 对对对 这特别漂亮 红金蜜嘛 哦 这是你们现场过滤之后 回来又过滤过了 对对对 要经过几次过滤的 因为要确保质量的安全 段映阳之前呢 是当了11年零3个月的乡村医生 他一开始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村民找销路 才利用自己空闲的时间 进到山里拍摄视频发朋友圈 后来呀 他从野生蜂蜜当中发现了商机 创造性的提出了承包悬崖 并逐渐形成了多营的合作模式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上抢得了先机 让我们非常欣喜的是 节目播出以后 段映阳的事业也有了更好的发展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带红盟市的段映阳 自从节目播出后 开口对我们的野生蜂蜜 有了更前面的了解 需求量也逐渐增加 我们接到的电话 还有微信的益售特别多 去年我们的销量首次突破200万 今年到现在销售突破60万 比去年同期增长20% 后面这间小木屋是我们今年一月份见到的 因为我们这里立芒是有100多公里的山路 未来解决我们重新在山里采购野生蜂蜜 诸素问题见到的 像这些都是我们打包伙的 今天我们要发货的蜂蜜 像这个是我们要连巢一起发货 这个蜂蜜的话是在五天以前 就被摇零的一个客户意境了 我们一定会一如既往的 为大家提供更多天然的蜂蜜 也希望你们能够持续关注我们 跟随我们的脚步了解盲市 更多的天然土地产 云南盲市 段应阳把司空见惯的野蜂蜜做成了产业 而在广东惠州 蔡瑞锦则是把普普通通的年菊 做成了陈菊产业 十年前蔡瑞锦从深圳来到惠州 辗转于惠州的各个区县 先后投资了五个项目 但均以失败告终 用她自己的话说呀 这一千多万元算是打了水漂了 但就是这样 她依然创业乡村 因为她坚信农村天地广阔 她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终于在龙门县 她看到了村民足足备备种植的龙门年局 并在这儿投资了她的第六个乡村创业项目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看一看 蔡瑞锦是如何发现商机的 看着这个年菊那么好看啊 怎么想到要把它加工成陈菊呢 来来 您我再一个您试一下 哦 我知道她为什么让我试一下了 有点酸 酸酸甜甜 我们就把它的菊味很浓 和有一定的酸度 来发挥它的一个优势 特别是做龙门陈菊 它就是要偏酸的 就一般的就是我们一说的就可能说陈皮 不想的是用皮做哈 可是你是整个的把它一个完整的这个年菊 把它做成那种陈菊 对 整个我们都不要就是说做到不浪费 都是有它营养价值的 香参都是宝 蔡瑞锦是善为海丰人 2010年才24岁的她 就已经凭借代理某品牌火腿肠 实现年收入200万元 十年前在深圳春风得意 如今怎么会在乡村与果农打成一片呢 我们没办法控制 所以说呢 我们就想做出自己的一个质量和品牌 就是心怀这样一个初衷 蔡瑞锦离开了都市来到乡村 您签的一斤多少钱 一块五 签三万斤肯定超出来 超了之后她要不要 我也没问她 不知道她要不要 那如果咱们就算三万斤的话 一块五的就是至少四万五肯定有了 有 您还超了多少斤啊 超了肯定有两万斤左右 两万斤这不又三万块钱啊 这不是超了三万块钱吗 是啊 搞不好今年就是七万五了 是啊 以前她没有做这个的时候好不好卖 不要卖 就是才五六毛钱一斤都没人要 很多都没有栽 那是什么时候啊 是19年左右 牵头成立非凡农业重养专业合作社 利用保底协议增强果农种植年局的信心 建立紧密的联农带农机制 蔡瑞锦的这一波操作 把自己和当地果农拟成了一股绳 我的切入点就是说 先解决这个农民的收入问题 还有你要往这个深加工啊 还有往那个创新产品啊 不能说别人有了你才做 一定要做出跟别人不同的一个路径 用蔡瑞锦的话说 在农村创业 你不仅要知道市场需要什么 还要知道农民需要你解决什么 只有找到供需双方的契合点 才能在农村真正扎下根 现在全市有多少人签了 这路西片区的话有100多户 100多户 那涉及到可能多少亩 涉及到有五六百亩 他们每亩的这个收益有什么变化 一亩地的话 现在目前的话 大概可以卖到九千到一万块钱 纯收入的话 他们可以有五千块钱 从鲜果无人问津 到每亩纯收益实现五千元左右 蔡瑞锦到底是如何创新的呢 这里呢 是看这个团局 刚刚才在这边 先放在这边来蒸 这衣服就是蒸 蒸对 那要蒸多久呢 首先要蒸个一天一夜 是要蒸三十多遍 它不是一次性蒸 它是仿佛 我们去看一下 蒸了24个小时 一天一夜的测浆 它给我找个位置 为什么给我找个位置 这一样有点大 我拿一个给你看一下 所以看不清了我们这个 拿去一个来看一下 你看它已经不是金黄的颜色了 随着蒸汽出来的 是一个特别清香的 很舒服的那种香味 现在是属于清香 到不同的阶段的时候 它的浓度 香度又不同了 你看 以前有一个古 有个古语嘛 叫做九真九赛嘛 从小对中医情有独钟的蔡瑞锦 在陈皮的制作基础上 不断摸索年菊制作工艺 它研发的陈菊 及其制作方法技术发明专利 正在审核中 年菊要在二十天里反复经蒸煎烘之后 再进行发酵 已经在上面发酵了十天了 那现在这一步他们说做什么 现在陈化三年 陈化起来陈化三年 这些都是已经经过了一个月的 蒸煎烘发酵 对 现在好轻啊 像这一袋 六十斤 以前六百斤 十斤的年菊 才能变成一斤的陈菊 对 优质的龙门年菊 就这样被中药化成为龙门陈菊 为了让消费者认识并了解这个新生事物 蔡瑞锦和她的团队坚持每天两场直播 它是越纯越久越好 看着黑咕隆咚的 但是我们要的就是生态 不使用这个化学农药 就是说呢 第一个对土壤好 对水好 对人的健康也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 2021年11月10号开始第一场直播 不到两个月销售额超过20万元 这给了蔡瑞锦更大的信心 要点里面记载啊 凡是这个炮制出来的产品 要陈化有过三年 它才能称之为陈 陈吉陈吉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很清脆的声音 你看这个籽都很明显 这一半一半都很清楚 大家看一下 整个精华都在这里面 里里外外都是精华 我们可以试一下煮一下 真小真小 非常漂亮的琥珀色 然后那种 是是还有点碳 陈皮的那种 陈皮啊 加上它有那个那种年举的那个清香 那个香味还在 对 就是迫不及待一个想尝一下 这样子不停的喝 可以冲泡十次八次 对对对 你这毕竟是这个经过那么多套程序 包括对对对对 八戒了三年 对对对对 就在这体现出来 对对 从作品上可以体现出它的一个岁月 扎根乡村十年 世事亲力亲为 真的不是哪一个年轻人都能够做到的 特别是年少得志 二十岁出头就可以年收入两百多万元的人 但是蔡瑞锦她做到了 风华正茂的十年 她心怀梦想憧憬 奔波田间地头 拥抱创业坎坷 这一片土地呢 也没有亏待这个 有勇气 有魄力 能吃苦的年轻人 而她的龙门城局项目 也为当地广大菊农 赶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今天又报单 报了十几天了 我们的一天才有到报了以后 我们从一百多单 现在有个六百到八百单 这个是我们的龙门城局 就是报款的 我们一天的TIS单 大概是一万多两万块钱 最少都一万块钱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当地的龙商银行 也是对我们的信心更大了 那我们今年就 他们会受信 八百万到一千万 给我们去增加这个生产 蔡瑞锦的陈菊 段映阳的野蜂蜜 都演绎了从最普通的乡村产品 到高附加值 现代商品的华丽变身 而这种转变 不仅让两个年轻人的梦想成真 更为当地百姓 带来了陈甸甸的共赴获得感 在他们发展的道路上 我们更看到地方政府的力量 政策扶持 金融支持 新的时代 大大赋能了年轻的创业者 在他们创业的道路上 承受着成功 更承受得住失败 一代渐宽 终不回 才能够让青春的光芒照亮自己 温暖他人 好的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